中學購門,購門一間起兩間子選校幹成績看長遠專家教路,名部專訊 再過兩週就事升中放榜大日子取得升中人數下降,為避免有中學被殺 今年不少區分於沙田、屯門及東區的中學校長會議表明有君子協定 各校暫停以留班委用作招收同區購門生,再加上有部分學校縮班 因此有小學校長及升學專欄作家以嚴峻來形容今年情況 認為學生成功扣門機會大減究竟如何把握最後機會入讀心儀中學 本刊邀請了四間熱門中學校長參述扣門政策 並請來相關專家教大家扣門心法學校縮班扣門情況嚴峻本刊升學專欄作家 明報前教育新聞組長梁永樂及胡蘇貞博士紀念學校校長 譚鳳兒均以嚴峻來形容今年的扣門情況 因爲隨著升中人數下降,今年不少區分於沙田區、屯門區 卻東區的中學校長會議向傳媒表明暫停以留班委用作招收本區扣門生 加上部分學校因縮班已減少扣門位,意味學生成功扣門的機會大減 另外,不少中學集中於放榜當天下午或逆日進行扣門面試及不試 因此梁永樂建議家長如選擇扣門,亦應一間起,兩間子 否則只會平白增加子女的壓力家長在選擇向哪間中學扣門前 可從以下幾方面考慮,學術水平要與子女匹配 梁永樂認為,心儀學校的學術水平是否與子女匹配 是家長在考慮扣門前的首要留意事項他指出 不少學校軍非常重視扣門不是的成績,因此再扣一間起 兩間子的情況下,家長應平心而論 我和子女的成績水平挑選最適合的學校,否則連筆試也過不了 等於浪費了可以向其他學校扣門的機會 而且就算子女勉強入讀,入後也未必能夠著愈快的學習生活 他更指出,一些邊緣學生,與Band一美的學生預備派往一間Band兩頭的學校 以其成績在編班時應穩奪英文班的入場圈但若透過扣門入讀一間程度 教街的學校,則有可能因競爭太大而跌入中文班 因此家長要小心衡量他補充,家長也應多花時間留意心意學校的語言政策 亦因為語言政策微調下,有學校傳開英文班,亦有學校同時開設中文班及英文班 或者傳開中文班當中亦有學校利用英語言展教學活動 於中文班以傳英語教導個別學科 例如數學因此家長要直接向心儀學校查詢清楚 並行梁子女是否適合高中選修科能配合志向發展心儀學校的班級結構 亦是家長在構門需留意的重要事項梁永樂解釋 部分學校因性中人數下降而需縮班 部分學校更縮自三班學生人數太少的學校因資源受限 高中選修科組合可能會較少因此他建議家長而在構門前瞭解學校的班級結構 再作行梁兒談奉而建議家長要留意心儀學校的高中選修科選擇 是否能配合子女的志向發展他表示 家長選擇學校時眼光要長遠嬉 例如子女學術表現並不突出 便應考慮有開辦實用科目如應用學習課程的學校 又或者子女喜歡美術 家長便應考慮高中有開辦美術選修科的學校 以配合其發展調整心態普通中學非次等談校長 亦提醒家長即使要構門亦應調整心態 每間中學均有其優點 家長言行上不要讓孩子覺得自己獲派的試次等學校 否則只會影響他對學校印象 連帶影響他日後的校園生活有部分家長非名校不取 但他認為如學生被派往一間普通的中學 同學間競爭較少 學生會較易考出好成績 如指指去年獲派首三志願及首志願的小六 生分別達91%及78% 後者創回歸以來最高隨著升中式零學和數目持續下跌 今年獲派首三志願的比率預計會在上升 為升中派位結果亦會受隨機偏好及田表策略影響 家長而及早做好購門準備,增加子女入讀心二中學的機會。 王志東4,去年獲派首三資源及首資源的小六三分別達91%及78%。 後者創回歸以來最高隨著升中式零學同數目持續下跌, 今年獲派首三資源的比率預計會再上升為升中派位 結果亦會受隨機編號及田表策略影響。 家長而及早做好購門準備,增加子女入讀心二中學的機會。